幫你送一下茄子起司肉丸 這叫肉丸 而這是貢丸 一個經典台灣小吃 一個新式料理常用食材 但你說得出差別嗎 分不出來吧 就長得很像 貢丸比較Q一點 然後肉丸就沒那麼Q 義大利麵店老闆 被客人指肉丸為貢丸 回家居然動手畫出生物分類表 劍門綱目科數種 不再只是口訣 生物系畢業的老闆 把丸子一家族譜通通列出來 當初在魚丸 田布拉這些 因為它的品項很多 它的原物種是一樣的東西 所以其實我在想 它的分類的方式的時候 其實是會花了很多的頭腦 背背東西肉做的丸子 骨乳缸 藕提木 豬科 接下來粗絞肉的叫做獅子頭 細絞肉叫小肉丸 經過垂打成肉漿 繁複攻法的才能被封為貢丸 大顆獅子頭 小的就是叫肉丸 那這一類都是屬於絞肉類 只要有一層一層口感 會彈牙 經過打漿的程序 那就叫貢丸 絞肉一捏 肉丸成型 經過削肉 絞肉 打漿再捏的叫做貢丸 打漿後撥進鍋裡的是 花枝丸穿丸子 講了半天不如看表格 一目了然 有圖表的話 感覺就可以分出來 它的差別在哪裡 不是Q彈就統稱丸子 二三是總丸子家族 下次怕混淆 對照丸子族 就不怕小姑 叫成大嫂 記者洪西瑞 李沛宣 台北報導